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 难民乘船逃离到东南亚各国 开启了联合国难民署在马来西亚的作业 48年来 难民署致力保护难民的权益和福利 可是 外表看起来就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旧了 地方也不大了 但是想起难民的人数是那么多 职工在处理难民的事件方面是很大的考验 联合国难民署从2016年 在马来西亚启动现金援助计划 为最脆弱无一的一群提供保护 让他们得以满足日常所需 包括食物、饮用水和医疗等 刺激雪龙分会是初始的合作伙伴之一 去家房的时候 那些难民他们都一直在投诉说 这些人没有听我们的电话 不理会我们 但是这里我们有看到的 就是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做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员工 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去做这一份工作 联合国难民署代表 汤姆斯先生带领团队举办查序 感谢合作伙伴长期的付出 也开放参访难民事务处理中心 加深双边合作关系 多年合作 所次开启难民署与伙伴相聚对话的机会 难民署方案策划单位和法务保护单位 为伙伴解答所面对的难题 让未来的合作之路更平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